宋剑新剧《解爱千岁大人的初恋即将上映》 主演就是我们的宋茜和黄敬鱼 开播上映在即 4月13日晚 宋茜经纪人贾世凯在社交媒体上爆疏猴 一次炮轰与宋茜搭档主演 《解爱千岁大人的初恋》的黄敬鱼的粉丝 贾世凯在社交媒体中报文写道 别以为躲在背地暗戳戳的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诽谤 奉劝你们 别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 就搭进去自己的前途 激素不欲目视于人 好话已经说尽 擦亮你们的惊于眼 等着收律试喊 贾世凯还怒急表示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里 这部戏即将开播 我们会配合所有宣传 但绝不同台 这面是怼粉丝的正面 确实配合宣传 但是不同台 可像是怼男主本人吧 你来吃瓜群众为官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知情人士说 从此剧关心开始 南方团队就买营销号各种带送倩潮 最后直接采送倩 恶意造谣各种辱骂 南方团队想各种办法激怒千分 看到粉丝留言 别说是一经纪人 我也不乐意了 从前这么努力 拼搏的女孩一直正能量满满 她的努力水都看在眼里 在韩国忍气吞声 努力再努力 难怪经纪人发飙 我给点赞